假日到了淡水老街 把车开进了抽票的停车场 临时才想起了有事情不能停车要离开 短短的三分钟时间 被要求得要付一个小时 二十块钱的停车费 没有给任何的缓冲时间 所以民众大骂 这根本就是在抢钱 抽了票卡准备到停车场里找车位 不过突然有事得要马上离场 却没想到这间停车场 可是近来容易出去难 才进到停车场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想要离场的话 就必须拿这张停车票卡 到自动缴费机缴交二十元的停车费 请显示沐上至英缴金额缴交停车费 同样的状况就发生在一位民众身上 拿出当时停车票卡 上头打的进场时间是十二点二十三分 出场时间十二点二十六分 短短三分钟就收他一个小时的费用 让人觉得很不合理 太多的钱用他一个小时不可以了 明方便我方便好了 不管时间长短停车费用就是二十元起跳 唯一的公告却只贴在缴费机旁 上头的确明确标示停车不满一小时 费用以一小时计算 但是这样的收费标准 也只有民众进场停车后才知道 有人反映说之前就是可能进来一下子 就要付那么多钱 他要是没有讲清楚的话 表示双方对于这一点没有达到公司 当然确实不能收了 停车场外头只贴了一小时收费二十元的公告布条 有额外的收费标准在进场前却看不到 消保官说并不合理 而停车场管理员表示 收费系统本来就这样设定 但民众屡次反应却没有任何变通措施 已经大大影响了消费民众权益 真讯和坤原堆龄新北市报道